上週 加州州長布朗同意接受總統川普的要求 向美墨邊境增派國民警衛隊 不過布朗依然是維護庇護州的立場 限制國民警衛隊執行聯邦移民法 週二 川普發表推文 批評布朗不顧邊境安危的做法 對於布朗堅持庇護州的立場 川普週二發推文批評 他說 看來布朗和加州並不期望加強 其千瘡百孔的邊境的安全 他不同意讓國民衛隊參與邊境巡邏和保衛邊境的工作 如此 加州的高犯罪率將會更高 聖地亞哥急需的邊境牆已經開始建設之中了 為了獲得聯邦撥款 上週 加州州長布朗同意在美墨邊境增派國防民兵 但不認同非法越境移民已經到了緊急狀態的說法 並堅持加州的庇護州的立場 不讓國民衛隊參與執行聯邦移民法的工作 包括建造新邊界牆的任務 本週一 聯邦政府議官員表示 無法與加州民主黨州長布朗 在美墨邊境增派國防民兵的任務上取得共識 川普總統要求在邊境部署數千國防民兵 協助聯邦政府在邊境牆建立之前控制非法移民 目前 加州具體國民衛隊人數尚未確定 僅有50人被派往執行控制毒品和犯罪的任務 而德州 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三個州都積極響應總統 各派出1600名國防民兵駐守美墨邊境 新唐記者顧新月 舊金山報導 好 Curtis而且 仰臨 歡迎收看 our에 感谢观看